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22日 星期二 我們看到俄羅斯 好像真是心癢 俄羅斯外交部最新更新的消息 今天的消息 由於日本對俄國出兵烏克蘭採取制裁行動 俄方退出和日本 簽訂二次大戰和平條約的談判 並凍結雙方 在千島群島爭議性領土相關的聯合經濟計劃 俄國和日本兩個國家 因為 都是稱 北方四島或是千島群島的主權爭議 他們雙方都說擁有擁有權 以致大戰的時候 日本是戰敗國 所以北方四島被俄羅斯吞拼了 俄羅斯外交部發表聲明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不打算繼續跟日本 談判這個和平條約 原因 是日本公然 不有善立場 以及傷害我國利益的企圖 簡單說說 北方四島或是千島群島的問題 是的 但是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Rubocor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口比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現在的隔天 就會在主頻道進行廣播 現在平均要兩個小時 因為話題太多 說不完 所以可能要兩個小時 大家多點時間預備 我們 節目之後 就會把節目分開幾節 因為 不同的標題有 不同的聽眾 所以希望大家多點留意 那麼我們現在的節目 那個時間 我們會有所調整的 因為以往我們 香港的時間 我們覺得很辛苦 頂不住了 我們要調整我們的生理時鐘 我們就晚上早點睡覺 早上起床 錄節目 由香港集中火力 香港時間 下午 晚上到凌晨 會出片 希望大家留意那些時間 因為早上 早上不是說沒有的 可能也會有些少一點 大家多多榜場 千島群島 或者稱為北方四島 其實就是 當時 主要是因為二次大戰 日本戰敗 之後 蘇聯 發動千島群島的登陸行動 佔領了這幾個島 在戰後宣稱擁有這些群島的主權 有爭議的島 其實也是由俄羅斯實際控制的 劃歸薩哈林州 南庫里爾斯克區 的管轄 日本 對聲稱南千島群島 或者稱為北方領土 北方地域擁有主權 行政是隸屬北海道根室振興局 1951年 同盟國和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 表示日本應該放棄 對千島群島的一切主權 聖索 但是這個條約 未相應承認蘇聯 對該地區的主權 蘇聯是霸的 因此這個群島 是處於主權未定的狀態 此外 日本也宣稱部分有爭議的島嶼 主要是南方的四個島嶼不是千島群島的部分 所以 是不受 舊金山和約的 管轄 蘇聯解體之後 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就維持跟蘇聯政府一貫署 聲稱這個國 跟這個爭議的島嶼 早於二次大戰結束時期 已經得到國際條約承認 人家跟蘇聯 國際承認蘇聯不是你俄羅斯 你俄羅斯有本事 你自己想辦法拿 日本政府就不認同這個說法 所以 現在就不斷有這個爭議 千島群島或者北方四島就是 宅足島 宅足島 國後島 色丹島和齒舞群島 牙齒的齒 跳舞的舞 這個千島群島 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戰略的位置 如果讓你封鎖千島群島 日本就很頭痕 這四個島上還有一大堆的島 那些島被俄羅斯實際控制了 而其實這個千島群島 現在也是被俄羅斯控制 所以 日本才那麼緊張 如果讓你捏住了這個位置 始終對他的 造成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對他的軍事部署有一個方面 說回這個時代背景 當時已經要追溯到185年 當時的大日本國 以及 當時的沙鵝 沙皇的年代一起簽訂了 一鵝禍親通好條約 這是兩國首次就富業島和千島群島主權 是隋屬進行商討的 其實以前不用爭辯的 副業島也是屬於滿清的 被沙鵝 搶了 好了 這個條約的第二條 就定明了 今後日本國和俄羅斯國的疆界 應該在 澤竹島和德府島之間 澤竹島全島歸日本 德府島以及以北的千島群島 是屬於俄羅斯 很清楚的 這個顯示 兩國就北方邊界問題 得到共識 國後島 色丹島以及 齒武群島也是在澤竹島的南邊 所以 條約 當時已經說明了 屬於日本的 所以日本政府就認定這些島是日本領土 不是爭議地區 此外 他們還著名副業島 當時叫華泰 在 1875年聖彼得保條約 日俄兩國同意日本完全放棄對副業島的主權 並將這個就交給俄國 而俄國也相應將這個 千島群島的主權就交給日本 當時也說得數了 不過 最終日本和俄國在 1904至1905年爆發戰爭 日俄戰爭 日本跟俄羅斯帝國 打仗了 當時是中國的東北打的 1905年日俄在兩國的調停之下 簽了撲刺謀斯條約 正式結束這場戰爭 日本就得到副業島南部的領土 但是 沒多久 因為 俄羅斯戰敗 沙皇戰敗 俄國就爆發內戰 期間 日本就佔領了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部分 趁你命拿你命 但是沒有吞併領土 直到1920年代才撤出 1939年的 洛門罕戰役 使日本跟當時的蘇聯邊界 暫時衝突停止了 但是之後幾年 蘇聯和日本 直接就沒有什麼衝突 因為主要是蘇聯 日本侵略中國 直至45年 8月8日 美國就對日本投下 原子彈 蘇聯就看到可以動手 正式對日本宣戰 其實蘇聯一向都很穩定 1941年 兩國就在莫斯科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 大家不要搞我 我就不要搞你了 因為他知道日軍很能打的日軍 這個條約 到了45年就被蘇聯單方面廢棄了 因為他們已經是執訊了 你都被人圓圓子彈攻擊了 你都快要玩完了 我不借錢 搶你的地方 怎麼可以呢 所以就是有一個時代背景 說回 其實日本在戰後 大家都知道他沒有正式的軍隊 他是自衛隊 他只能夠用自衛隊的名義去建立軍隊 但是實際上 他的自衛隊的 戰鬥能力是很強的 我們現在知道 出和號 出和號其實是準航母 他的戰鬥力跟航母差不多 所以 其實日本的戰鬥力是一點都不弱 甚至比俄羅斯的海軍更加強 因為他有最先進的雷達 最先進的武器 最先進的通訊設備 而這些東西是俄羅斯沒有的 這次俄羅斯竟然就跟日本放棄了和平 即是說 不用跟你說和平 是不是可以打你 我們看到日本等了那麼多年 一直想 擴充自衛隊 一直想廢棄以前 戰敗國的身份 現在 既然 俄羅斯親手撕毀這個和平協議 當時是二戰協議 這個條約其實是綁住日本 不可以動手 現在 回到二戰之前 即是我隨時可以打你 大家都沒有任何條約綁住 我 隨時可以抗軍 因為日本現在受到人家的領土侵略 你 現在我日本要下領土 你給不給 你不給 就打仗 如果真的要打仗 我敢說 日本 可以在半個足球 比賽45分鐘之內 傳遷 俄羅斯的海軍 傳遷俄羅斯的空軍 這個我絕對很有信心 不費吹灰之力 日本是可以即時 將整個遠東地區的軍事力量瓦解 其實日本等了那麼久 可以說終於等到了 以往 其實他也受到很大的壓力 國內 經濟一直下滑 人民開始越來越 沉醉於 那種 躺平 日本躺平了很多年 經過這個普通經濟爆破之後 日本人覺得甚麼都不要做 做甚麼都糟糕 所以 使得日本覺得需要有新的刺激 安倍當時提出了安倍經濟學 刺激了日本的通脹 但是 要撻發著日本 我覺得可能需要外力幫助 而這次 北極紅 你自己傷痕 你送上門 我沒理由不找你祭旗 所以 這件事 俄羅斯我覺得 是真是 勒著北約也不是那麼嚴重 勒著日本 亡國就要離婚 日本 在1904年、05年打敗俄羅斯 令到俄羅斯帝國崩潰 最後 爆發了十月革命 當然經歷了很久 因為 持續的俄羅斯是持續職藥 打敗仗 然後十月革命把沙皇推翻 把尼古拉二世斬頭 接下來 如果再來多場日俄戰爭 會不會把普京這個沙皇斬頭呢 我們看著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